这小子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问 他是以我 好好回答 以我好朋友的身份 过来 晚安 喂 你在哪儿啊 我这边刚记书 换了衣服就过来找你 我毕了改天吧 我今天有事 我们可是有好的 你等着我 我不在工作室 我在北城医院呢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晚点给你解释啊 我挂了 谁啊 你不是都看到了 你们宋医生喝这口 别拐着玩酸我 我好哪一口 跟你有关系吗 我来我好 我来带你 你去哪儿 那给你 你啊 小子 迪回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宋星辰靳院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 他谁啊 他是秘然的朋友 靠那么近 还以为你单身三千年终于脱胆了 你嘴巴没法玩啊 好歹我也是星辰的闺蜜 这边线上 医院禁止大声喧哗 你是谁啊 你干吗来了 我当时是来找宋星辰 不然来找你啊 我都要看看 是谁欺负我叫宋星辰 宋星辰 你这 你这穿得啥呀 你没事吧 我倒是没事 事情我听明白了 说吧 你要多少赔偿 哥吧 这得问他啊 这得问他 拍个价吧 废话说了这么多 谁啊 我先问的你 你大半夜跑人家工作室干吗呀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要你管 表情收敛点 纠缠完半个西瓜出来吃了 宋星辰我再问你 喂 这小子是以什么身份 向我提问 他是以我 好好回答 以我好朋友的身体 乖 可惜了 老大迟来一步 行了 既然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不打扰你养病了 我去扶医药费 不用你扶 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我不想贴你的 走吧 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啊 拜拜 拜拜 我的车呀 你不做被调制处手不像你风格啊 不是 这谁啊 就是宋星辰怎么会对这种类型的感兴趣 他手机里边存的是超级无敌大帅哥 不是你关键你觉得他帅吗 也是 你看 你们颜值差不多 发型也差不多 身高也差不多 就 一瓶不一样吧 是 你就比他差一点点 就一点点 老师交代和他什么关系 队友 队友 我还招玩只峡谷呢 你说 他们俩 相亲关系 姑奶奶跟你相亲了 我怎么知道有这面子相亲对象 我什么都要告诉你嘛 小侄子 别再提小侄子的三个字了 这是我这辈子的耻辱 你名字在我手机里的备注 什么时候被改成了超级无敌大帅哥 是不是你干的 不叫上司吗 你又不愿意 我只要自己亲自动手了 我是你姑姑 血浓雨水 你这样就是没大没小 明明就没差几岁 你还真当自己小龙女 你再评 你要再说一句 我就把你挂科的事告诉你嘛 你 虎都还不是子呢 你怎么能这么忍心心 害你这可爱又帅气的小侄子 对呀 现在愿意承认了 我一听说你出事了 刚才淹完肖宇哥友搭赛 这衣服还没换 就坑着坑着过来找你 你还凶我 行了 转过去好好开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